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仍在研究阶段 很难断言或无断地下结论 到这个措施后应该支持或反对 但这个概念要给予计划算是很聪明的做法 为何说他聪明 一般打工仔大家都会感受到一件事 就是你强积金的供款 是每个月或每个季度都会被基金经理蚕食 因为当你每一年收到那份报告的时候 你见到原来管理费是这么高 就算你买一些与恒指相关的指数成份股 其实你也是跑输大股的时候 就会很怨恨为何你不将钱赚去定期 可能分分钟赚得更多 所以大家会有这样的感觉 一直以来强积金都是一个令人心户痛绝的政策 首先要补充少少资料 令人心户痛绝的政策是来自许氏仁 最近有些风波的高官 前高官许氏仁 他的一生都叫做大起大跌 都是一个不值得去参考的人物的写照 他本身是做官 做完官后去了公司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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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 其他人是历史 大家会看回新闻 许氏仁这位人物不用多说 要谈谈强积金 强积金大家会觉得长远来说是要取消 因为它是蠶食大工的回报 必须要承认强积金取消的 成事机会率应该是极低 因为强积金已经成为一个完善架架 架架完善 但回报不完善 强积金牵涉的既得利益太多 例如基金佬、金融圈的产业链都是既得利益者 要除强积金的措施 代表要与保险公司或基金公司硬碰硬 机会率不太高 第二是强积金除了益基金佬及保险公司 也要看强积金是什么 强积金的成份股或可以选择的基金选择 包括指数类的东西 香港市场的流动性并不是大家想像中那么高 有什么可以支持着流动性 其实强积金的供款是其中一个资源 可以支持着蓝筹市场或红筹市场 大价股或指数股的流动性 变相来说或更淺白的说法 你供的钱是帮助大妈萨的指数股 去接货 去托价 去顶住市场 所以某一个程度上来说 指数股、蓝筹股、大价股 都是既得利益者 因为如果你没有了这些强积金的基金 持着钱在市场炒来炒去 分分钟他们的资源不够 就没有办法反映股价价值 没有这些基金帮他们托价 你又搞不到什么 所以这些股票都是既得利益者 而那个既得利益的集团比想像中大 所以你长远要取消强积金 都可以说是一个疲心妄想 但今次这个政策 可以说是政治正确 民生又正确 如果你拿了强积金的功夫去买楼 第一件事 你当然是利益地产商 因为地产商受制着很多辣椒的措施 令到楼价可能调高了 成交疏落了 变相赚钱也赚少了 就算你要买新盘 你要过压力测试 因为银行不能批准一个很高的按揭乘数 或者不能批一向高的按揭乘数 唯有地产商自己要作财责 借责来帮别人上海 但是你为了买楼 你又要开多一个新的business 去支持素人买余 本来是加重了自己的成本 整个行业或公司的成本结构改变 买楼就买楼 为何买楼要做财势? 其实地产商会觉得有不解 为了调整新盘 没办法地产商也要调整财势 其实也是扭曲了本身的商业方式 所以如果地产商突然得到 一笔强积金的供款可以买到新楼 对于他们来说是好事 可能新盘更加长销 或者整个地产市道更加刺烈 他们作为市场玩家都可以享受到 地产商有多少利益者 第二就是一些打工 如果打工的年资够长 分分钟可以在强积金内套出的供款 也有几十万 几十万不够给首期 但假如本身也存了一百多二百万 再加上那几十万的时候 有很大机会给首期的 所以那笔强积金的供款对于一些年资比较长的打工者来说 也有重要性 当然不可以看得太重要 为何有特别强调连资长的呢? 如果大家预期有了作为了 你若果认用公款是固定比例 年资比较短的打工仔 你收取出来的钱 虽然比例一样 但总额是不够多的 因为打工仔 年轻人打几年工 套出来只有几千几万 意义不太大 被基金佬蚕食后 几万都只剩几千 看好不幸选用什么投资计划 套出来的供款只有五位数 首期是轻微减轻压力 但极轻微减轻压力 分分钟首期都要拿百多二百万 套回三四万 意义不太明显 当然是减轻成本 但并非理论或价格减轻成本 所以这措施对于年轻的打工仔 或年轻人未必受惠得到 为何它是民生正确 政治正确很简单 大家都很讨厌强积金 所以任何放宽强积金的措施 大家都欢迎 因为大家都意识 取消强积金是没用的 你只能找尽方法涂空 架空 或放宽所有积金制度 令打工仔或我们打工仔的 血汗的劳动成果 就可以进入自己的手袋 因为强积金供款 要隔一个极长的时间才能拿到不钱 假如中间可以给你一个理由付钱 大家都一定欢迎 而且钱摘到自己的手袋 一定是开心 比强积金的币 这是人类的心理 亦是Richard Phillips 所说的 Mental Accounting 这类型的概念 就是你把那些东西分开 每一个户口有每一个目的 可能有一个户口是为消费 有户口是买股票 有户口是为强积金 有户口就会变成买楼基金 这是其中一个要点 而且政治正确 另一个地方是什么 这个政策是参考了新加坡的做法 参考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 因为它不是完全抄过来的 新加坡行资有效了很多年 他们的资金供款比例亦比香港高 他们的资金供款比例是 大工只17% 雇主20% 但现在香港每一边只有5% 公款比例又不够高 变相就做不到什么 变相就算做同一样的东西 效果都不同了 新加坡也是容许你可以拿这些资金买楼 但客观效果都是有少少不同 以及政治正确原因是新加坡模式 有什么东西推卖新加坡 总之会特别好 因为新加坡是香港的竞争对手 在经济上或金融上 凡是敌人做的东西都是对的 大家可能都会有这个下想 新加坡是一个精英管治的行政结构 但香港也有精英的部分 但你无法跟新加坡的精英比例 因为新加坡很多政客 全部都是一个极高的学历 而且有一个极高的知识水平 当然知识水平可以是离地的 但至少你沙子或CV上 你都没办法否认 新加坡不是一个精英主义的行政结构 但你很少听到有人说 香港是一个精英主义的行政结构 这是最重要的分别 所以新加坡模式是挺好推卖的 而且很多人会落财 所以这个政策的概念 已推卖多好 具体措施不知 要拭无以待 大家如果对今集的踢爆金鱼光有兴趣 欢迎赞Sky Finance的Facebook及YouTube专业 亦可以支持我温水的个人专业 希望下次见到你 我是温水